哈囉 OK 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RIDD 非常感謝你們再度回到我的頻道 我們今天來繼續方舟寶可夢的冒險啦 那上次我們去收服魔族豬的新規劃的輪奇貓家族 還意外捕捉到了野生雷公 而且還是色違的啊 只能說魔族豬的安排讓我覺得非常棒喔 把電系貓貓都擺在一起啊 那今天也當然是要輪到我們上次有提到的 炎帝啦 是說我有發現有些觀眾可能沒有仔細聽我說什麼喔 我記得在抓蓋歐卡的那一集啊 我之後我有提到說 魔族作者有開始準備要製作神獸之池 但是我也有說我還不清楚什麼時候會製作完成 結果在上一集抓完雷公之後呢 就有觀眾留言說 等一下等一下 我只是說魔族作者他有跟我說 他要開始去製作神獸之池 他給我這個消息啊 然後等製作完成這個自然就會安排時間去抓啦 大家別急好不好 遲早會出來的 所以我們今天就是要來去找炎帝啊 那不知道他會跟什麼Pokemon 擺在一起喔 還蠻好奇的 好啦那我說你是喜歡方舟 觀眾想再看更多的話 可以先幫影片點一個喜歡 還沒訂閱的觀眾可以按下訂閱 並且開小鈴鐺 按個不是故意的更新影片的動態囉 欸其實我覺得我們雷公泡在這個泳池裡面還蠻可愛的欸 好像要準備洗澡一樣 蛤你就慢慢泡吧 我要去說服你的兄弟了 準備來去找炎帝 OKOK 那我們今天其實就插噴出去吧 那說到雷公 我們前幾天遊戲才剛公佈 珠子版本的貝謬種呢 繼上一次我們的水軍 他的那個波蕩水 推出之後 大家就覺得說 那這三隻可能會陸續接著推出吧 結果我真的沒想到 雷公他的貝謬種呢 猛雷鼓還真的出現了 不知道大家看到圖片了沒有喔 整個就是這個樣子啊 這張圖片看起來很帥對不對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在遊戲裡面 感覺就有點ㄎㄧㄤ啊 現在就變成說更好奇 如果換作是炎帝要推出的話 會是用哪一種恐龍的形象呢 真的是還蠻讓人期待的啊 但是現在炎帝可能就非常的緊張啊 緊張不知道自己會變成什麼樣子 那我們就來去尋找一下 這次模組作者幫我安排捕捉炎帝的地方 會有什麼樣的Pokemon啊 看一下看一下 好像在前面而已 只能說我們炎帝飛起來真的是非常安靜喔 所以跟我們小部分比起來真的安靜非常多 看一下喔 好像是這附近吧 看一下望遠鏡 作者幫我們安排的炎帝生活圈 會有什麼樣的Pokemon等著我們 我們先停一下 在這附近而已 在那裡 喔!是那個嗎 小獅獅 兩隻小獅獅欸 我知道了 我們雷公是放倫琴貓家族 那這一看就知道了嘛 炎帝就會搭配小獅獅啊 然後他們進化火炎獅 抓抓抓 好不好 既然都是這樣安排了 不抓不行啊 那會有色尾的嗎 我們上一集抓超多色尾的欸 有三隻小獅獅 我們先抓一隻就好 先抓一隻 等級6等 等級4等 這一隻欸 等級8等 看起來等級最高 先抓他好了 來吧 我的Pokemon 快來快來 兩下 哎呀可惡 差了一下 那附近會有火炎獅嗎 看一下喔 前面那個是嗎 喔有欸 母的 我看到兩隻母的火炎獅 三隻 三隻母的火炎獅 可以喔可以喔 先抓先抓 先把小朋友先抓起來 等下再抓 媽媽來了媽媽來了 媽媽發現了 麻醉麻醉 天啊天啊都衝過來了 都衝過來了 別急別急 我們一隻一隻來 我們一隻一隻來 麻醉你 嗚呼 沒有沒有沒有 沒事沒事沒事 快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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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快點跑快點 哇哇哇哇三隻都過來 三隻都過來 等一下等一下 哈哈哈哈 都先麻醉都先麻醉 哎呀我們都各抓一隻就好了 所以各抓一隻就好了 小隻的 然後媽媽 剛才是我哪一隻 唉唷 成功捕捉一隻母的火炎獅 哇然後這一隻 哈哈哈哈 這一隻 這一隻 剛才頭髮被頭彈出來 然後他的頭髮整個立起來 唉唷快點小獅獅 說服你啊說服你 欸小獅獅請過來了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啊 我直接 我直接被其中一隻小獅獅頂飛啊 不要這樣啊 真的是齁 還好我有穿我們恐龍裝 墜落之後也不會有什麼特別的傷害 然後我其實恐龍裝裡面 也是有穿那個啦 泰克裝甲 所以算是安全一點 那我們已經抓到了 其中一隻母的火炎獅了 然後其他小獅獅 全部醒過來了 等一下等一下 先麻醉一下 先麻醉一下小獅獅 唉唷 小獅獅不要這樣嘛 成為我的Pokemon不好嗎 怎麼都兩隻而已 少一隻欸 啊 我剛有抓到是不是 我剛有抓到 喔 對啦 我剛有抓到一隻小獅獅 欸你怎麼把你的頭半殺死了 欸 你才剛出來 你就把這兩隻都殺掉了 他們可是你原本的兄弟姊妹欸 直接殺掉 好吧 這就是寶可夢世界的殘酷 只要被訓練師抓到之後 就只會認同一個主人 唉呀 沒辦法 那我們現在就抓到一隻母的火炎獅 跟一隻小獅獅 他不知道有沒有公的欸 他不知道 去找一下 公的公的 在哪裡 會不會在上面啊 感覺很像獅子王的榮耀石有沒有 應該是不會在這邊吧 我們去前面看一下吧 他不會只有母的在帶小孩 公的不見了 呦呼 欸真的沒有欸 What 公獅子不見 只有母獅在帶小孩 火炎獅 跑去哪裡了 趕快出來啊 你的老婆 跟你的小孩 都在我的手上 最好的方式就是 你也成為我的Pokemon 火炎獅 火炎獅 喔 喔在前面喔在前面 我剛剛看到了 他的獅子中毛 有沒有 在前面啦 唉唷你跑到這邊來 終於讓我找到你啦 火炎獅 麻醉你 欸沒打到沒打到 等一下等一下我miss了 我的一槍沒有打到 危險 快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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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麻醉了麻醉了 哇好快啊 那獅子都火炎獅呢 我還記得我在玩第二季的時候 有非常多的觀眾 把他看成劍盾的那個 趙瑪蘭特 只要每一次在影片中 有看到他那個中毛啊 遠遠的 大家都會覺得說 欸瑞德那邊有趙瑪蘭特 趕快去抓他 但是實際上 第二季的模組呢 根本都沒有推出 劍盾的神獸 我去後台找過資料了 完全都沒有 等於一堆人都誤會 然後後來我再去比對一下 才發現他們都把火炎獅 把弓的火炎獅看錯了 對啊好啊 把他收服起來 收服完之後 我就可以去抓炎蒂了 快點快點 進來吧 耶 成功收服 我們的火炎獅家族 這下子就只差炎蒂了 不知道炎蒂會不會也在這附近呢 說不定他真的是藏在這個 榮耀石上面 去看一下去看一下 要換回這套衣服才行 飛起來飛起來 不知道會不會在這邊呢 呦呼 炎蒂 有嗎 沒有 那炎蒂是去哪裡的 炎蒂該不會躲起來了吧 看到水君跟雷公 他們的 他們的被謬種之後 就不想出來面對了 炎蒂 快點出來 我們這集的觀看率就靠你了 哈哈哈哈哈哈 2000 years later 我終於找到了 我們炎蒂本然 他就在 他就在剛才我們攻著火炎獅的這個位置下面而已 哎呀 結果沒想到你們兩隻跑到這裡玩啊 來來來抓一下抓一下 我們從這個地方打他 不知道打不打得到欸 來我們來試試看喔 這麼遠的距離 不要動 打到嗎 唉唷有了有了打到打到 他可以上來嗎 喔等一下等一下 我滑下去了我滑下去了 唉唷 危險危險 唉唷 嚇死我了還好我會飛 我有鎧甲 不過他上不來啊 他上不來的話我們就可以慢慢射了 喔耶喔耶 躺躺的炎蒂 連一個懸崖跳壁都上不來 我笑你 哈哈哈哈 欸跑了跑了 不要走嘛 你要去哪裡 他該不會想要繞路然後繞上來吧 喔沒有欸 他跑掉了他跑掉了 他潛到水中 可是他在水中就沒有辦法了 他在水中的移動速度太慢 我就可以慢慢麻醉你了 你怎麼會想不開跑到水裡面啊 啊炎蒂 你不是水君欸 他快可以麻醉他快可以麻醉了 喔喔上來了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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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唷 快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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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懂他會一直在水裡面欸 結果沒有 欸又跑了又跑了 你賣罩你賣罩 抓到你之後我們現在就可以去找水君了 耶麻醉了麻醉了 呦呼 帥啦 遇到了結晶塔的帝王 來吧 就算你是帝王也是一樣的 動物 看一下幾% 0% 好喔 看來這一隻跟我們的雷弓不太一樣 雷弓的等級比較低 而且意外的可以直接用寶貝球說服 那我們的炎蒂呢 只能用餵食的馴服了 成為我的Pokemon吧 餵你吃果實 喔有了有了 我們抓到了 炎蒂 真的是很帥欸 不過可惜不是異色版的 如果說我們成都地區三隻都是異色的話 那就更好了 超帥的 絲絲一族啊 而且配色也很相似 有沒有 我們上那集都是黃色的配色吧 這一集呢是紅黃配色 有夠可愛 有夠帥的啦 而且其實姆德火炎絲從後面看啊 他這些戳頭髮超像那個的 皮膠的 但是說一直有觀眾問我說可不可以把我們的 Mega波士可多拉移到戰力區喔 我後來想一想應該是沒問題啦 對啊他也是我們當初一開始的夥伴嘛 那我們也可以準備把他挪到戰力區 然後 終於 所以呢之前有跟某組作者講說 我們的冰雪巨龍的色違不見了嘛 他現在終於有時間來去維修了 所以我們兩隻冰雪巨龍呢都被收走了 他現在進入維修階段喔 等到時候我確定維修完了 就可以把冰雪巨龍放回來了 好啦好啦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戰力區要把我們的Mega波士可多拉放在哪裡喔 因為其實講真的 我們的戰力區呢 現在越來越混亂了 我是有想說 我有可能還要再往外拓寬一些圓區喔 就是戰力跟神獸我們還是要有所區隔啊 對啊不然真的是太多太亂了 如果說我們再把波士可多拉放進來 都已經快沒什麼位置了 塞得滿滿滿啊 天啊 所以我可能下一集吧 下一集再花點時間來規劃一下 我們再把圓區拓寬一點 神獸們跟戰力們 再有所區隔一下 OK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先到這邊暫時告一段落 下一集就準備要來迎接我們真正的神獸支持 登場啦 我已經跟模組作者確認過了 他說可以先讓我去說服喔 那我當然是不會錯過啦 那如果說你們想看的話 別忘了幫我影片點個喜歡 我們下一次影片再見囉 掰掰 這次我直接派出三頭馬桶人 看看音響人有沒有辦法再一次秒殺 試試看 音響人 音響人被炸掉 連續轟炸 但是這次三頭馬桶人沒有死 連甩啊 他後面那個頭 他可以做三邊攻擊 繼續撞繼續撞 這次我們太坦音響人打得有點久喔